上週末716凱道遊行 在非常熱的天氣登場 而同一時間 民進黨在原山飯店 舉行了拳戴會 那總統蔡英文被媒體問到說 會不會熱食 沒想到這個蔡英文 總統就回答說 冷氣還不錯 那這句話呢 就讓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在臉書上酸蔡英文 他說蔡英文的這句話 讓他想起古代靜惠帝的故事 郭台銘批評 這是蔡總統 足以在歷史上流傳的新名言 他認為針對這件事 他想到的是 古時候天災導致大饑荒 靜惠帝言 何不食肉糜 而在百姓走上炙熱的凱道 總統蔡英文回答的卻是 冷氣還不錯 他諷刺古有靜惠帝 今有蔡英文 冷氣還不錯 這句話也將流傳侵蝕吧 另外他也大探 民進黨政府 真的和臺灣年輕人 越來越遙遠了 那麼在16日的這個遊行當中 其實有非常多政治人物都有參加 他是立委王婉玉 他也有參加 不過因為他在臺上致辭的時候 狂轟藍綠白 引發了臺上的一片虛聲 那對此柯文哲 他在17日接受 ETtoday專訪的時候 認為王婉玉在臺上大罵 黃國昌有夠白目 但是事後竟然被翻出 王婉玉其實並沒有批評 黃國昌 而對此柯文哲18日則坦言 自己是認知錯誤 最後一定被吃掉了 是不是在專訪有說 王婉玉在臺上罵黃國昌很白目 可是他其實沒有罵黃國昌 那天是這樣啦 我們在後台 要上去 我就聽到他一直被噓 我旁邊就講說 這黃國昌的場子 他在開什麼地圖砲 所以我以為他 他在罵黃國昌 那這是認知錯誤 柯文哲在專訪中表示 王婉玉在凱盜遊行時 罵黃國昌占用國有土地 讓他覺得實在是有夠白目的言論 不過事後 竟然被翻出 王婉玉其實沒有罵黃國昌 對此柯文哲在今天上午受訪時表示 716凱盜遊行當天 他在後台準備上去 就聽到王婉玉一直被噓 而我旁邊的人說 這是黃國昌的場子 開什麼地圖砲啊 所以我就以為他在罵黃國昌 這是認知錯誤 那麼王婉玉在716這個遊行上面的時候 在台上致辭是因為狂轟藍綠白 遭到台下的一片虛聲 甚至還有人喊出小燈泡滾 等攻擊字眼 對此王婉玉他就透過臉書表示 確實他自己是因為小燈泡 才會投身公共議題 許多惡意都是衝著這個這裡而來 不過他仍然會繼續行動 王婉玉指出大家都很清楚 確實是因為小燈泡讓他投身公共議題 所以許多惡意衝著這裡而來 想以此泄憤或令他退縮 他表示在某些夜深人靜的時候 這些惡意仍然會使我情緒翻湧 甚至落淚 但隔天早晨我仍然會毅然起身 繼續用行動來改變社會 言語來述說理想 務實地面對每一個政策 背後的正反意見 以此來守護更多孩子 針對王婉玉致辭時 引來台下虛聲不斷 民進黨地委王定宇在臉書上列出 參加集會遊行時 會被虛的兩種原因 但是有一個無能的最大在野黨 更是令人悲哀 我想請問柯文哲 你是不是雍中王朝看太多了 自己以為是皇帝 我也要請教柯市長 王定宇分析 參加集會遊行 發表談話致詞會被虛 大概就有兩種情況 第一 如果這個集會遊行是有主題的 致詞者的發言 或者平常的刑事作風 不符合這個主題 那就很容易被虛 另外一種是 這個活動就是政黨活動 就是一個競選活動 非我族類也很容易被虛 王定宇舉出 黃國昌所發起的集會遊行 裡面 王婉鈺會被虛 剛好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因為他批評了其他的政黨 都可以掌聲如雷 但是講到柯文哲和民眾黨 馬上被用很難聽的話來虛他 所以這個活動到底是一個有社會主題的活動 還是一個政黨的競選活動 王婉鈺委員的背虛剛好就是一個證明 而對王婉鈺的爭議 前台北市議員呱吉邱維傑則表示 這就是我要的中間選民 王婉鈺上台致詞時 因為批評柯文哲 政黨應該跟黑金劃清界線 不該怠惰修法 而白色跟黑色越走越近 此言論引發台下民眾的群情激憤 炮轟小燈炮滾 而對此呱吉則是在臉書上發文表示 王婉鈺很帥 罵完國民黨 民進黨 台下一片歡呼聲 跟著痛罵民眾黨 然後台下立刻一片噓聲 這就是我要的中益選民 在中和有名女子和她的越南籍閨蜜 他們兩個人因為很缺錢 竟然在中和租了一間套房 從事賣銀的工作 那為了吸引更多男客人上門消費 不僅提供各種價值服務 而且還可以預約三批的服務 那日前警方接獲線報之後 是持有搜索票破門 順利逮捕了這兩個人 而且還在現場查獲 不法所得二十多萬元 新北市中和區一名三十六歲的 黃姓女子 與越南籍的三十三歲 軟姓女子為閨蜜好友 兩人因為缺錢花用 在中正路租套房 從事賣銀工作 為了吸引更多男客人上門消費 不但提供各種價值服務 還可以預約三批服務 警方日前接獲線報 持搜索票破門 順利逮捕黃女 以及預期拘留的軟女 並在現場查獲不法所得二十多萬元 訊號依妨害風化 入出國以及移民法偵辦 再來看到的是 新北市五谷區昨天發生的 十二名惡煞當街砸車案 不過有人發現 明明現場就有警察在 而且誤讀了整個過程 不過卻沒有當下把他們攔了下來 而是等案件曝光之後 才開始偵辦抓人 新北市五谷區 十七日發生 囚鑑隊當街砸車案 二十三歲犯姓男子 未幫友人解決行車糾紛 與對方相約在新北市五谷地區 對方一抵達十二名惡煞就下車 持棍棒猛砸犯男 與另兩名友人的雙B轎車 造成玻璃碎落一地 一旁有員警碰巧目擊 立即上前制止 但並未將囚鑑隊攔下 還要遭砸的受害車主先離開 等媒體文訊趕底後 警方才傳喚受害車主偵辦 這才發現其中受害車主 無難為新北市發布傷害通緝犯 並逮捕砸車的十二名惡煞 依防害秩序 毀損罪嫌移送偵辦 好 接下來呢 讓我們看到的是 警方很離譜的烏龍事件 再這樣發現呢 有一名十七歲的少年 日前騎著腳踏車要去種田 結果竟然遭警方認錯人 當成逃逸的營工要逮捕 那在這個期間呢 少年奮力的抵抗 還因此撞傷了耕雲機 臉上立刻被滑出了一道 非常大的傷口 送醫縫合了十七針 而事件爆發之後 也引起了非常多的爭議 對此警方也祭出了懲處 將三名逮錯人的圓警 依照過失傷害罪嫌韓送 甄華縣蒲鹽香 一名十七歲少年 三日騎腳踏車要去種田 竟遭警方認錯人 當成逃逸移工逮捕 少年過程中分力掙扎 撞上耕雲機 臉部頓時遭化傷 裂開一道大口 送醫縫合十七針 甄華縣警局16日 對蒲鹽分助所所長 崇仲記過處分 並調整為非主管職務 另兩名圓警 各予以申戒處分 分局長監督部州申戒處分 另外西湖警局 依過失傷害、毒指等 最嫌主動含送抓錯人的 三名圓警 目前全案交由檢方偵辦當中 滑菈 滑菉